所以我還想來釜山生活 我居然還會 現在在釜山的地鐵站 釜山地鐵站呢 其實跟首爾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基本的原理原則是一樣的 那我今天呢 雖然我有T-money卡 可是我會示範一次買單程票的方法 釜山的車票啊 它的粉紅色的地方是叫一區 就是如果你 因為我是在海雲台辦搭的 所以它每一個地鐵站 它會有些在熱點區域的話 叫一區 那超過這熱點區域的都叫做二區 價格呢就會不一樣 所以你們在買票的時候 就要最快的方式 你可以選擇看你是一區還是二區 或者是你要搭哪一條線 來做選擇 這樣你也可以選擇你要的線路 然後如果你選擇你要幾號線的話呢 有時候我要凡於四 我就按凡於四 然後就會告訴你 喔你是單程 然後是在二區 選擇的站名 然後還有你的大概的價錢 那就把錢投進去就好 還有選擇張數囉 那像剛剛我是用單程 因為我是要示範給大家看 所以我是買單程 那一區的話是粉紅色的 二區就是白色的地方 我是去比較遠的地方 所以你就要選擇二區 那它就會在這個區域裡面的票 都是這個價錢 所以如果你不確定你要去哪裡的話 我都建議 不管是首爾還是釜山啊 你們在做地點之前 你們都要先查閱一下說 我要從哪裡移動到哪一個地方 然後大概要搭什麼樣的路線 什麼種 你都先做好 都先做好功課會比較好 那像釜山的地鐵 是沒有像首爾那麼複雜 所以線路沒那麼多的情況下是還好 但是你還是得要查一下 比如說 像我現在要從海雲台到凡雲市的話呢 我就必須要到西面去換線 那像這種換線點 你一定要先做好功課 然後再去做轉換 這樣比較不會搞丟 這樣比較不會迷路啦 然後釜山的票是這種 跟首爾不一樣 那釜山的地鐵跟首爾一樣 你都要先知道你要去哪一個方向 你再搭車 一邊是往中東一邊是往西面 那因為我們要去西面換線 所以就要往西面去 單程票就要插這邊 然後記得抽票 首爾的單程票跟釜山不一樣 就在這邊 釜山他是像這種的 然後你插進去之後要再拿起來 最後他會回收掉 但首爾的話就是你要去退卡機 退押金 這是兩個比較大不同的地方 然後你要看清楚方向才不會走錯邊 如果走錯邊的話 其實方法跟首爾地鐵一樣 就是在那個最旁邊的口 都有地方可以出去 然後再走到對的地方進去 這個部分跟首爾虛一樣 我愛坐不可以說 在韓國坐鐵換車真的是很複雜 哇我在西面2號轉1號線 乱七八糟的快瘋掉了 9號是2號線不用跑到上面去 在月台這邊直接走就好 怎麼覺得比首爾還難呢 明明才沒幾條線 我都暈了 所以啊其實是我的都會弄暈 所以大家如果來一定要做好作業 你看 他有講你要在7號的樓梯 同一條線不同的方向 就在不同的樓梯上下 所以就很複雜 你一定要弄清楚之後 再走 不然很容易就會在地鐵站明月迷路 如果你在地鐵站明月迷路也是很正常的 不用太驚慌 現在進來仔細找到你要去的方向 就不會弄丟了 如果不清楚就問一下韓國人吧 很複雜 我才走下來 又要走上去 所以我還想來福山生活 我居然還會做錯邊 應該說我居然還會找不到換成的地方 其實即使是首爾人或者是說福山人去首爾 其實也是會有弄不清楚 這是很正常 因為他們的地鐵系統 像比如說首爾好了已經發展四十多年 而且有很多條線 所以會弄不清楚 對於外國人來講 會弄不清楚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轉來轉去 車子車子 再經過了一番波折之後 終於到了凡羽市站 等一下呢 我們要從5號出口出去之後 再換90號公車 剛剛光是在西面換車就已經很折騰 因為找那個換線的月台就找了很久 啊 丟臉 準備出站吧 那這邊的話呢 釜山的地鐵這種地票 他是會收回去 就跟首爾不一樣 首爾是要退押金嘛 那這個是他收回去就可以了 他沒有押金的問題 他這裡爭拆了他的記憶 他們從上面一講都可以把記憶 不會跟那個導導忘記的東西說 dimensional 如果你出錯站或是票卡問題 然後影血 這不滿地都是 如果你出錯站或是票卡的問題 就要按這個求救0 他跟首爾有一點不一樣 唉 收走了 好的 今天这支怎么在韩国搭地铁的影片呢 就到这边了 谢谢你跟我一起搭地铁 那么不论是首尔片还是釜山片 都希望呢 这个影片能够帮助到即将来韩国旅游的你 那如果说你有其他的疑问想要问的话呢 都欢迎你在留言板里面留言给我哦 那我如果有看到的话呢 也会及时的回复给你们 那也谢谢你们收看我的影片 我们下个影片见了 拜拜